上我的腦袋瓜 不當然是公款公用啊 我拿顧己包 我去參加研討會 因為顧己包放在旁邊 我心情變好了 哇 腦 文師 全用 啪啪啪啪 講得大家好 啞口無言 把我的 十足的 把我的研究 研究的成果 全都要打算 詢問顧己包是不是公用 當然是喔 我沒有亂講喔 研究完可以繳回給國庫就好了 對 研究完就繳回國庫啊 因為這次都要繳回國庫啊 我研究一做就是做 我設計三年計劃啊 對不對 我買了一輛車啊 三年完必要繳回國庫啊 又有什麼關係呢 又繳回去嗎 對不對 這三年我已經夠用了 對不對 反正我覺得說這個條文真的 從頭到尾已經荒唐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 9、1、2009年我們搞不掉 因為那個接觸到太多我的學長學姊 我的學美還沒起來 我的學美以後也不能用了 對不對 我的學妹以後不能用了 20...不對 我學妹什麼時候會轉 收錢中套啊 對啊 2016以後的事件 2016的人 對不對 以後不能用了 所以我願意為我的學長學姊 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老師是厲害關心的 因為他裡面有太多學長學姊 同學在裡面 所以 馬先生也是我學長 是的 是的 我是二子彈 老師所以說 如果他拿去買煙這個是功能功用 你們煙可以促進我的 思考 好 謝謝 謝謝我們李老師非常精闢的見解 當然的確這個 你看這個修法就是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非常粗糙的 這個是一個偷偷摸摸的 就是說我們本來國教市政是應該公開的 可是你想想看這個 會計劃99號之一 就是一個所謂的 這樣脫脫摸摸的 是一個所謂的 密室教育就是這樣 不可能你就知道 這半夜的 已經快會期到的時候 趕快把它夾帶過關 就是這個是我們目前的民主政治之資料 我們有一個 我介紹一個制度 我雖然是留日的 但是因為我在日本的時候 再重修一次碩士 因為日本人說那時候 台大碩士程度不好 再修一個日本的碩士才讓我念博士班 現在沒有啦 現在我們關係不錯 因為我們捐款捐很多給他 他心裡還感激 我們的碩士班畢業可以直接念博士班 現在 我那時候念了九年 台大碩士畢業又到日本念了九年 那個時候 他們叫我說寫美國的制度 那我就去找美國的資料 他們有一個叫PR Pubber Report 那個東西什麼東西 你一個那個 就主管機關 或是什麼壓力團體 你弄進去以後 他們把這法案做出來的時候 他們會在PR裡面 先登個大概三週左右 然後這個三週裡面 每個相關人士都可以去留言 那留言完畢以後 你這個主管機關 就必須要對這個質疑的這個部分 去回應 其實我們去研究美國的法案的時候 我也知道說 有些法案真的是非常精良 為什麼 因為有大概三週 我記得以前是三週 現在是多久 我忘記了 那個PR裡面的東西 真的非常重要 那請問各位 如果我們要做PR的話 我們應該在哪裡做 在立法院公報 對不對 但是立法院公報有沒有人看 沒人看 這個真的是 你要改革改革這個東西 這樣法案才可以密集 這個是非常好的建議 其實包括還有那個 立法公聽的制度 或是立法聽證的制度 立法聽證 立法聽證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我們立法院裡面沒有 頂多是公聽會 沒有辦法辦公 正式的那種立法聽證 如果真的有立法聽證 這個整個數字就會高很多 來 我們再請 喂 喂 總 那個 各位老師 各位專家 還有那個 各位現場的來賓 那我個人是 那個 某大學 某大學 不好意思講出來 那個大學是 他的前校長 可能不要 各位有沒有留言 我只是想講說 是哪個大學 陳先生 不是 那個大學是 他的前校長 最近好像也是5月31號 因為他的這個 所謂的貪污案 被判無罪 不曉得 不要講出來 我覺得 我都不好意思講出來 我是 我是 那個大學 他 沒關係 還是入進去了 那個大學的老師 那我在這邊其實只是想要做個回應 因為剛剛老師有提到 可能兩個點 我其實有點興趣回應的 因為我個人其實 之前台灣是 念完大學之後 我是到德國去念哲學的 那我不算是所謂碩士從念 我其實以前在台灣念的是心理學 後來因為 更有興趣是哲學的東西 所以後來跑到德國去念哲學 所以等於是 整個是從頭念的 那第一個有點興趣 先回應的是 老師剛剛有提到 就是我發現這個點 不曉得是不是 德國和日本 其實德國和日本 其實有很多東西很像 我以前在德國的時候 聽一個社會學的教授 因為我復修 聽了社會學教授太常講 想說德國日本很多的東西 它很神奇的 有某種好像偶然性的相似性 它在講 那我剛才是想回應的一個點 就是說 它其中有一個相似性 其實我以前在德國 因為我以前在台灣 也不是念哲學的 更沒有什麼碩士 那我以前觀察發現 就是說有許多到德國去想念博士的人 他拿著所謂的台灣的碩士 他的哲學碩士去 德國教授都很簡單 你拿來這東西我看不懂 我怎麼知道你這個什麼東西 他直接 根本就不接受你 不承認你 台灣的什麼哲學碩士 那你就給我重來 我不管你那麼多 這個點是覺得蠻有趣的 只是一個回應 那我其實真正想回應的是第二點 老師剛好提到那個 這個不是一個笑話 這真的不是一個笑話 因為以前在德國的經驗裡面 他們念哲學的人 在德國 那個德國的那個哲學家 那個教授 這似乎 這種不成文的一個傳統 他甚至有那個 老師自己的學圈裡面 碩士生博士生 他這個討論會 那老師直接提香啤酒進來 每個人發一瓶 我們現在要來上哲學的課 那個是很有趣的 他那種精神的傳統是不一樣 或者私底下你是這個老師的學生 到他家去 或者私底下他的一個聚會 他那個是 酒就拿出來的 喝啤酒或者喝那個葡萄酒 他們西方 像老師剛講的 這個討論沒有酒 我們念這個精神科學 我不知道 討論沒有酒 我們要哪來的靈感 那這種東西 那你說在報章上 那怎麼辦 怎麼認定 但老師剛提的那個點 我覺得有趣的是 又反過來的是 那明代他也可以跟你講 一樣的喝酒 兩個不同的效果 可是明代可以跟你講 對阿 你們念哲學的需要有酒才有靈感 不好意思 我們明代也需要酒 有酒的時候我們事情才喬得開 那但是剛剛這樣的一個對比 情況之下 其實說實話 我沒有很清楚聽到就是說 我們今天怎麼面對呢 尤其我們作為一個法律人來講 我們怎麼面對這事 明代也跟你講得很漂亮 我們也需要有酒 那怎麼辦呢 這個問題 我剛剛倒是沒聽到一個答案 有點興趣想聽 我的答案謝謝 我有時候講話比較隱晦一點 好 2009年我們定一個法律 那個法律沒有公用私有問題 一律處罪 雖然那個時候 因為都是政治明星 所以我們就算 就勞他一命 但我們心中都了解 大水庫理論 其實就是隱瞞事實的理論 好 然後等到這一次的話 沒有 因為明代跟政治明星 終究是不一樣 他想用政治明星的方式來弄 就不對了 他更可以的是把教授弄進來 他對教授絕對是公用私用 是分開來的 但是你反推回去 公用私用分不開的話 再推回立法委員 公用私用 你副意也不可 過去弄這個東西 弄的就是騙人的 結果弄到回去 就是2009年的不分 我是在揣測說 副意如果要有新的條文 那沒有新的條文 就是2009年的那個東西 大家都無罪 大家都有罪 有可能有罪 那如果副意他們 真的要改條文的話 很有可能是改成什麼 公用私用 在公用私用裡面含糊其次 因為公用私用 是不能用的標準 2009年級跟你講 這個標準是不能用 你只要弄公用私用 一定會致意 一致意就會違反公平原則 你吃力大 你有人際關係 你認識什麼高層的人物 你就是公用 你如果只是小咖的 你就是私用 這個是理所當然 那我們不要講說 什麼司法是公平的 司法是人在做判決的 你只是弄一個東西 限司法於不一 那司法能不能從 習士廷就開始下一個命令 沒有實用 全是公用 習士廷敢不敢做這個命令 不敢 司法行政 干涉到司法獨立化就活了 所以 這種條文 對教授弄公用實用 是限司法於不一 因為司法判決很爛 你要讓他 把他爛的地方顯露出來 有沒有 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那你在往上推 立法委員 你再弄下去 也是限司法於不一 最好的改法的東西 當然就是 不要敢 讓法院去做判決 就是維持2009 如果你真的要敢 有沒有 全部跟2009一樣 公款 公有私用 全部不管 全部進去 眼睛不要放出來 讓他重新再去 台灣就毀了 所以 這個法律 你怎麼做 怎麼不對 怎麼做 怎麼不對 我實在搞不懂這些政客 怎麼做 怎麼不對 自己都是會被打巴掌 自己都是變成 王八烏龜的東西 你幹什麼 弄出來 我真的 我花錢養這些蠢貨 我覺得我很不舒服 所以各位知道 真正懂事情的人在這裡 可是我們政府 還沒有找我們太大教育去做資訊 好可能喔 因為他知道真大的 所以你知道我們老師為什麼 批得這麼小 火力這麼多時期以後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是不是到最後 請我們的羽壇人 不用 然後還有兩位 每個人再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好不好 老師 我們每個人再做兩分鐘就好了 沒關係 沒有沒有 我剛剛已經講了 OK 好 那黃鈴來 滿有趣的 我們記得之前 在立法院就為這件事情 開啟折會 大家都罵說 立法院已死 我們還送一個 哀悼的那個花圈喔 不過很好 我們與會者有說 其實不對 不是立法院死了 是立法院以為大家都死了 應該用這來解釋 他們只有以為他們活著喔 所以這個 這個的確是很荒唐的部分 不過我想 可能過去我們在做這種公民推動 還有很多要努力 剛剛很謝謝 不管是黃鈴師也提到說 這個公督盟還要再努力 還要怎麼再去做 那相較起來 我覺得還是要回到一點 很多人說 我們再進入立法院 其實不是 如果常了解公督盟在做的運作 其實我某些時候 公督盟是跟立法院站在一起的 為什麼這麼講 大家當初人台灣立法院 所以簡辦了 老實說現在一定也不會好 再簡辦 再簡辦還是不會好 最後只剩一個王金平好不好 我覺得大家一聽就覺得不對 所以回過頭 觀念的部分 不是立法院要把它弱化 基本上談到分權分立的概念 是立法院要更好 如果我們今天 不要行政員獨大 就是立法院更好 如果你了解立法院在 不管不談法案 光談預算這一點 一年的行政中央預算 是一兆九千多億 立法院要審一兆九千多億 這還沒有包含 每年的國營事業的預算 跟相關基金 這個有將近五兆 所以立法院一年要審七兆 你看 立法院如果真的有好好審 如果說一年有擋下五百億 老實說 站在業務員的概念 給他們分紅 我們還甘願 就一人給你一億都OK 對啊他幫你真的卡下五百億的話 分一百億十三億給他分 我們我想都甘願 我猜一句話 他們什麼都不砍 他們砍法服三千萬 所以 最需要我們國家花錢請律師幫他做事 他們是由三個律師的立法委員把他判掉 不要講名此 蛟 各黨都有 負則攀法服的三個律師 這個部分我覺得是大的問題 所以回過頭立法委員現在很爛 我们的痛苦是其实要让它更好 因为我们如果只是 我常问一个有趣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是行政官员 你希不希望立法院有助理 你们在听清楚这个问题 如果你们是行政官员 希不希望立法院有助理 当然不希望嘛 一样意思 所以某种程度行政院更愿意搞坏立法院 让大家更讨厌立法院 让立法院接入行政权力更小 那如果这样子来谈 我们更怀疑这次是不是有更多奇怪的一些末地 所以这有点为难 虽然我们共同盟在进入立法院 可是最重的目的还是希望立法院更好 那我想在座都是对于政治比较关心的人 我自己很喜欢一段话 就柏拉图2000年前就讲的 拒绝参与政治的惩罚之一 就是被糟糕的人统治 我觉得比玛雅预言还准 玛雅预言末日然后没发生 柏拉图2000年说 拒绝参与政治的惩罚之一 就是被糟糕的人统治 太准了太准了 他还没指指谁 任何国家都适用 所以我想 民主制度 对民主制度就这样子 那我们看起来台湾其实前辈好不容易努力 让我们这个其实已经票票等值 老实说我会因为郭台铭去投票 然后大家说英明是首富 所以你有一万张选票 没有 其实每个人都一票了 那所以当大家在批判 年轻标黑道是什么的时候 我不意外 站在民主代义制度 黑道也会被欺负 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更懂民主 他知道他要选代义的人 我觉得反而是一般的百姓太笨 他不知道什么叫代义的概念 那这个怎么让立法院更好 让我们选出更理想的部分 我想那还是劳永逸的方法 否则制度怎么弄 总有人会走旁门左刀 那这个案子就跟我一开始讲的一样 我觉得现在就是要 我们要比这些政客记忆要再好 台湾的大问题是过两三天 就有一个新的案件 现在读垫粉 不知道明天爆发什么 什么都忘了 菲律宾也没人在管了 你可能之前还骂得要死 这样你也不管这件事了 那会计法我们现在还骂 我觉得已经有点后来的事了 大家有人开玩笑说 会计法有很多原因引发愤怒 当其中一个包含少的教制 所以有人说 我们今年的最佳年度公务员 要颁给打字的那个人 我觉得他是最了不起的人 如果没有少那个字 这个可能还不会延续 所以我很愿意 今年最佳年度的公务员 应该给那个无名英雄 没有他 我们可能战火还没办法 稍稍拉长一下 真的就是如此 所以这个很好笑 不过我想 真的我们就基力要再好一点 否则我们对这些人 真的太宽容大量 这反而是对我们自己的残酷 谢谢 我想今天谈 从九条之一去谈体系正义 那 最根源的问题就是刚刚李老师讲 它根源性的问题就是2009年就走错路 走错路的结果导致我们现在 用体系正义的角度 用拼的原则的角度 也不论怎么去推 怎么比较都会错 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基础 其实就在于2009年那时候走错路 那就让我想到以前念书的时候 有个东西叫做法律上的流杀 法学流杀就是 踩下去之后没有回头路了 那2009年那个时候踩的这个错误 那我们现在的思考可能只能回来去想说 好吧那复议案提出 不要让这样的一个恶害继续扩大 所以打回原形也许是目前来讲 想避免损害扩大的一个方法 谢谢 非常各位 谢谢各位的参与 各位与贪人的参与 那各位知道 这个案件就是很典型的责任政治的问题 我们刚才讲的说被坏人统治 这个目前来讲 台湾就变成这个 不是坏人 还是到底是坏人 还是无能的人 还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目前 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我们 公民团体现在是疲于奔命 因为事情太多了 一个礼拜发生一个事情 但那是疲于奔命 到处就是遍地烽火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台湾的处境 我们很高兴 各位的共同的参与跟关怀 我们台湾永生也就是秉持了 这个样的精神跟理念 继续关怀台湾的整个民主宪政制 法治的发展 那我们要好好的共同的 大家共同的好好的观察 跟监督 到底下礼拜 应该是说下礼拜 这个到底行政院会提出 怎么样的复议案出来 当我们在办这个座谈会的时候 行政院现在在做什么 我们不是很清楚的 那希望他能够如我们预期的 好好的做这个所谓的损害的控管 既然做错了 要回头 不能一错再错 错到底 那这个整个台湾的民主发展 民主宪政会 作为一个陪葬品 那这个事情也给我们一个警惕 当你选错人 当你选错立法委员 当你选错所谓的政治人物的时候 人民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的 所以让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跟共同奋斗 谢谢各位今天下午的参与 谢谢